最早啊,这是一个叫周雅妮朋友的帖子 他说啊,微远要求400多个中国员工全部搬到美国 可带着家人,签证呢,由公司搞电 他说他看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震惊 都没有敢对外转发 感觉有点超出提纲,显得不真实 直到老胡发了才确认并非是姚原 感觉这部卖的也太大了 老胡说,就是胡锡进了 微远向中国AI团队的成员提供千万美国工作和其盟国的工作机会 这是美国与中国科技脱钩 所以越来越坚决指向又以明确的表现 微远所谓轮岗之说只是托词 也是,微远去年有将其位于中国的亚洲研究院核心员工 移走的动向 我们不能把对美国科技脱钩的愤怒指向微软 它不可能对华盛顿政策逆得来 但是中国要想发设法留住AI人才 AI比什么都更依赖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如果中国的AI优秀工程师只有去了美国 才能展现一流的创造力 获得好的个人收益 那么这一波AI大模型已经落后了中国 接下来将会更困难 关于这些事呢 我赶快去搜官媒 官媒只有其路一点有报道 题目是,微远中国员工回应打包赋美 大家很蒙 此前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 微软中国逆将摆明A 从事AI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员工牵制国外 5月15日多位网友在卖卖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爆料称 以微远中国平台的AI团队为主 数百名员工收到公司邮件 询问员工是否愿意移至其他地区工作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 公司将负责亲属签证问题 员工需要在6月7日前给出答复 我天,这官媒报道的 随后,微软相关人员对媒体回应称 本次给部分员工一个可选的内部调动机会 不会影响公司在国内的运营 有微软员工对记者表示情况属实 这是5月14日刚刚出的消息 一些员工收到有关征签 移至海外工作征询邮件 要求在6月7日前回答去还是不去 大家都很懵 此前并没有感到任何的预兆 尤其是脱家带口的员工 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有同事认为这是一种变相裁员 虽然可以选择不去 但也因此对留在公司的未来 产生了担忧 这里面就说了 这个线上有三百多人就产生热议了 北京的上海的苏州的反正原因都是顶级的 在中国都是顶级的 说是已经热议到三点多钟 也没得出结论 大家说再看看吧 有人说是变相裁员 我说他们是变相移民 有接近微远人士表示 两个祖宗与AI相关的数百人获得打包出国的机会 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但这个目的地不能随便挑选 这是啥意思 有一页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鉴于中国市场规模大 而且美国人力成本高 着实难以解释 微远此举用意 2023年微远在亚太地区计算机的排名是第三 份额是16.1 阿里云是排名第一 市场份额是22.2 那有一个中国还不像阿里云第一吗 亚马逊是第二 份额是16.5% 我天 大家觉得这个是变向裁员呢 还是变向大包给移民呢 怎么理解呀 这个事 太搞笑了 几百人在线上热议到凌晨三点 也没热议出结果来 这个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